新闻继续来看的是 为改变国界的地盐树林彬兵的印象 是特别基盘的花鸟银春 汉莫香林婉芬的水柄店 想要开博台会上是贵宾婚集 在地亚师创作者 也是嘉宜各种美术老师 林婉芬的花鸟银春 汉莫香的水柄店 是要在嘉宜地盐树来基盘开博台会 现定是当初的水柄围是发展 总共四十五百个作品 顿时期间 让嘉宜地盐树的大天 变得进入亚师的婚姻 我们现在法务部在提倡司法卫民 那所以我们讲法机关除了自己提升 我们的专业素养之外 那我也希望提升我们同仁的文化素养 到嘉宜地盐树会觉得比较柔性 那然后可以看可不可以从书法里面 给他一些 我的人文也能够提升 对我们的刑事 一些案件的叫化 或者是一些文化细节提升 应该会有帮助 草猪好像一个人在跑 那你画写出来的字就是要有一点流线 那这个画也是一样 你就是你的构图都要有那种曲线美 那人也是一样 人也是要有曲线美 它才会好看 我本身就很喜欢花 而且很喜欢小动物 我家里也有养很多小动物 种了很多的花 那我觉得说 看到这些天然自然的东西 你会产生那种心灵的那种美感 经过了解 另外我本不曾是嘉宜高丁的老师 早上你对台湾舒缓台湾美食和比较之后 对你进行到水博的相关系是创作 当你来在全国美典的比赛下降无所 另外我自己也向舒缓民家 简明山 鹅香莫比利 所以丁南最要不少的舒缓作品 目前还是在家中美术班教书这样子 那就退休想要全心全力来创作 总共四十多百个作品 包括了水博园 舒缓地在导管 有风景围 花鸟花顶 都让人感觉很清静 也很心滑化 今天其实对四月九合到六月八合 每个星期到七五 最后八点到八点五点半来电视 所以新闻等开发口 要红加一期 蔡红布德